下面再来看到今天的财经100秒 贸易战局势 日元兑美元来到107日元关卡 日元兑新台币也急升突破0.296关卡 创33个月新高 较今年3月4号低点 民众换5万块台币 之间的价差可以买一张迪士尼门票 和三碗拉面 湖基研究继顾问机构Gachner预测 2019年全球智慧型手机 对终端使用者销售量总计15亿只 较去年同期下跨2.5% 中国旺旺一号在香港股市盘前交易时段开始时 一度崩跌7.8% 创一年多来最大跌幅 交易员预测 可能有交易员乌龙指错误输入交易价所致 或名字中国旺旺三次相同于中国中旺而被错砍 中国中旺创办人因在美国走私逃税案被起诉 股价一度暴跌21% 自然车市不景气但因为新车进出 加上民俗月前积极促销 台湾7月新车销售出炉 单月挂牌数为48,429台 创下自2006年引来的同期新高纪录 月增26.6% 其中台湾进口车总市场销量为21628台 仍震整体车市的44.7% 新唐人亚太电视 中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